主播说联播 今天我来说 今天是周五 近来呢 市面上流行一句话叫做 华为周五件 果然今天 华为又有了大动作 他们发布了最新的一款处理器 名字叫做生腾 您看 面对美国的大棒和绞杀 华为依然在努力的生腾着 但是越过深圳河 我们看到的更多的 却是折腾 是民怨沸腾 近来又有一些乱港分子 在地铁上闹事 让上班族感到非常不方便 有香港市民忍无可忍 就像这些乱港分子 发出了灵魂疑问 我们不上班 你们吃什么 的确 持续的暴力示威 给香港经济造成了严重的冲击 像餐饮业吧 预估八月份损失就会有 三十亿港元 很多人的生活 都会因此受到严重影响 今天新闻联播 对此也做了相关的报道 可以说 现在香港除了天气热以外 经济的方方面面 都像寒冬一样了 如果再这么折腾下去 我们真的要问一句了 香港人吃什么 我们听说 我们听说 都会是我们能忍权的 我们听说 呢 我们听说 现在我们听说